吉安湘公所为的传承原住民传统碎石记忆文化 从12月初开始就在湘内的19个部落 陆续的举办捕鸟祭活动 而今年也特别结合了鸟人传奇捕鸟人故事展 希望透过活动办理 让年轻一代的族人也能够了解到 祖先传承下来的记忆和智慧 捕鸟祭是南十阿美族的三大文化节庆之一 每年二期到做收割后 部落族人就会利用11、2月的农闲时间 指导青年制作陷阱 捕捉吃到骨的鸟进行烹煮食用 但随着社会心态逐渐改变 了解这项文化的青年也越来越少 因此江湘公所从20后开始 在阿美文物馆也办理了鸟人传奇 捕鸟人故事展 除了希望让更多族人了解到 祖先传承下来的记忆与智慧 也呈现出目前所面临到的问题 其实这个假象 人像一开始我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直在 原住民在狩猎的时候 一直卡到我们的动物宝法的 第21条之一条 对那造成原住民的一个绑手绑脚的 一个没办法伸出手去 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一些 文化记忆的传承活动 所以在这个人像的正对面 他的头灯 造的地方就是 野生动物宝法第21条的一个画面 既然乡长游淑珍也来到现场 参与那斗兰部落办理的捕鸟祭活动 并强调要持续推广原住民传统文化 让珍贵的原住民文化代代相传 在我们现在整个生态文化 我们必须要留住的是 我们的精髓跟我们历史 壁路兰里文化传承的内涵 但是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族人 在我们保育的时代里面 我们将所有的鸟类 把它映住了我们的学名 更绣上了我们的罗马评音 也就是主语发音的部分 也很清楚地印制了我们的DM 让我们的族人来清楚分享 哪些是保育类 哪些是骸鸟 我们可以来作为一个捕捉 尤其在过去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陷阱的制作 从最原始的一直到现在的改良式的 我们也做了一个分享 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 能够来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不管您会不会捕鸟 我们一起来学习捕鸟文化 一直到我们110年3月20日以前 都邀请大家到我们吉安乡 我们阿美文物馆 来进行鸟人传奇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吉安乡内19个部落从12月初开始 每个星期六日陆续举办捕鸟祭活动 族人们齐聚一堂除了野鸟大餐 今年也特别结合静态展览 希望透过活动办理 让年轻一代的族人也能认识到这项文化 也增加彼此情谊 记者徐李勤 吉安乡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